大家好,今天来做2022年终总结的第三期 今天来讲一下我非常热爱的兼职的事业 今年2022年,我自己稍微算了一下 我在高校里边全年的课时大概是300个课时左右 一个课时大概是40到45分钟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我一年在高校里边的讲课的时长有多少 第二个呢,那么除去这个300个课时以外啊 另外的单场的这个分享,我刚才简单的算了一下 差不多呢,有超过65场以上 哇,真的不数不知道啊,一数吓一跳 就确实自己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到政府、高校、企业 做了大量的关于海外数字营销 包括这个国内的直播电商等等的一些分享 那么把我自己20年在电商这个行业一些经验吧 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还是非常开心把这个兼职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 那么2022年呢,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除了这个数量上有一个很大的增加以外 还有两个非常大的收获 第一个呢,我觉得我在讲课方面还是得到了一些的认可 比如说我的学生啊,有这个学完以后出去创业 做得非常好的,也有这个去就业,我给他推荐了一些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也表现得很好 他们每一年都会通过微信、电话甚至见面的方式来告诉我这些好消息 第二个呢,我今年有参加这个全国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能力的大赛 我们这个团队获得了国家级的一等奖 那么这些呢,我觉得不管是得奖也好 还是这个学生的认可也好 再包括我现在合作的很多的院校啊 都有超过了五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些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 正是因为我觉得付出是有回报的 是有一些成果的 虽然比较慢,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一切会推动着我继续去热爱这个兼职的事业 那么另外第二个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我自己尝试在乡村振兴上做了一些分享 去给到那个田间地头的这些农民的这个技能高手 包括一些企业家 去分享一些关于直播电商 关于短视频营销 关于如何去讲好一堂课 哇,其实今年在跟他们的相处当中 我也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的主业 还是兼职的事业 都可以爱上他 同时呢,都可以成为你这个生活 有滋有味的一个部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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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